欢迎来到我们的体育网友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堆激动人心的体育新闻 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让我们来谈对NBA的战况吧 凤凰城太阳队在客场大战中 大胜迷你苏达木狼队 直接入围季后赛 而东岸的纽约尼克斯队也不甘示弱 加持赛后险胜芝加哥公牛队 这两场比赛不仅让球迷们热血沸腾 各仅让球迷们热血沸腾 更是展示了球员们在关键时刻的超凡表现 接住我们来看看其他运动领域的精彩瞬间 从乒乓球的澳门国际拼联世界杯 到德甲丽华股训队的历史性胜利 再到台湾社区棒球的全新挑战 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运动员的技巧和毅力 更是让我们看到了体育精神的真谛 每一场比赛每一次努力 都是对自我挑战的胜利 是对梦想的追求 最后让我们来聊聊那些在各自领域里 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运动员 从网球场上的西西帕斯 到如道赛场的杨永伟 再到高尔夫球场的社夫类 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 这些运动员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冠军精神 他们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 在各自领域的才华行义 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和不懈努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让我们一起感受体育赛事 带来的无限激情和灵感吧 在NBA的激烈竞争中 每一场比赛都充满了悬念和不确定性 而最终晋级后赛的队伍 更是历经千辛万苦 根据明报的报道 凤凰城太阳队在课场 以125比106 大胜明里苏达木两队 成功压过同日败阵的 新奥尔良堂而队 夺得西岸第六位 直接入围季后赛 太阳队的球星布兰特 戴云布克卡和比尔 在比赛中表现出色 尤其是比尔攻入全场最高的36分 展示了太阳队真胜的决心 而在东岸纽约尼克斯队 在主场经过加时赛后 以120比119 险胜芝加哥公牛队 成功超越同日输球的 密尔沃基公路队 成为东岸第二 这也是尼克斯队 第一年来最佳的常规赛成绩 这场胜利 不仅为尼克斯队带来了荣誉 也让球队的士气大增 为接下来的季后赛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联合早报报道了 俄克拉和马城雷霆队 以135比86 狂胜塔拉斯小牛队 以西岸帮手的位置进入季后赛 雷霆队在这场比赛中 展现了强大的实力和团队协作 成功击败了小牛队 锁定了西岸第一种子的排名 单幅精快队 虽然以126比11拿下 孟非是灰熊队 但因交手记录 输给雷霆队 只能屈居西岸第二 而命迷苏达灰狼队 则应败给菲尼克斯太阳队 直接退出棒手之争 在乒乓球方面 明报也报道了 由银河娱乐集团呈现的 澳门国际拼联ITTFR 女子世界杯的精彩赛事 党将杜凯琴与朱成竹 在首场分组赛中 分组赛中分别不叠国家队的 王毅迪和孙颖莎 尽管面对强大的对手 港家们人员展现了 不屈不脑的精神和技术上的进步 杜凯琴在赛后表示 尽管适应时差有些困难 但他自觉状态不俗 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有更好的表现 为世界排名争取更多积分 在德甲联赛中 丽华古训队提前五轮夺得对时首冠 打破了拜仁慕尼黑队的垄断 主帅沙比将这一成就 归功于前人的众数功劳 了达了对前辈们的敬意和感激 丽华古训队的成功 不仅是对球队过去努力的肯定 也为德国足球界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 无论是篮球乒乓球还是足球 每一项体育竞技都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 但正是这些挑战 激发了运动员们不断超越自我 追求卓越的决心和毅力 在赛场上 他们用汗水和努力 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有为全世界的体育爱好者 带来了无尽的激情和灵感 在体育的世界里 每一场比赛都是对运动员毅力 技巧和心理素质的考验 而在这条道路上 每一位运动员都在为了自己的梦想 和荣誉奋斗长和荣誉奋斗战 这不仅仅是一场仓比赛的胜负 都是对自我挑战的胜利 最近几位运动员在各自的领域里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无数人 来自希腊的网球好手西西帕斯 在蒙特卡洛网球大师赛上 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据《联合早报》报道 西西帕斯以6比1、6比4的成绩 倾取挪威球员鲁德 夺得个人第三个蒙特卡洛的冠军 这不仅结束了他一年多的冠军荒 更是他四年来第三次在技术赛事上登顶 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 第五名至少赢得三次该项赛事冠军的球员 西西帕斯在赛后表示 命令眷顾无未走 他的胜利不仅是对技术的肯定 更是对他不懈努力和勇于面对挑战精神的证明 另一方面 台湾的柔道男神杨永伟也在为即将到来的 巴黎奥林匹克运动会做着充分的准备 据中央社报道 杨永伟刚从法国一地训练返回台湾 他表示这次的经历 让他体验到了不同文化和训练方式 对他来说收获良多 杨永伟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了男子柔道银牌 他的目标是在巴黎欧运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为了这个目标 他不仅在法国与不同国家的选手交流学习 还计划参加多场国际比赛 积累更多的经验 在高尔夫球领域 世界首号球员圣夫勒 在美国高尔夫球大师赛上展现了他的统治力 据联合早报报道 圣夫勒以四肝的优势夺得了本届冠军 这是他第二次穿上绿甲克 成为继老虎舞姿之后 以世界首号排名两度夺冠的球员 圣夫勒的胜利来之不易 尤其是在比赛的后九动中 他通过关键的球技和冷静的心态 成功守住了优势 他的故事再次证明了 在高尔夫球这项运动中 技巧、心理素质和冷静的应对能力同样重要 这些运动员的故事 无疑为我们展示了体育竞技的魅力所在 无论是西西帕斯在网球场上的勇往直前 杨永伟在柔道比赛中不断挑战自我 还是瑟弗勒在高尔夫球场上的冷静应对 他们都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冠军精神 他们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 他们在各自领域的才华横溢 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不懈努力 正如西西帕斯所说 命运眷骨无畏者只有勇敢面对挑战 不断努力 才能最终达到成功的彼岸 在一场无人能预料的得甲联赛中 埋握酷生以一种令人难以自信的表现 终结了长达120年的等待 夺得了球队历史上首座联赛冠军 这个赛季 他们凭借着出色的攻防平衡 以及在主帅阿龙所的带领下 展现出了不可思议的团队精神和战术执行力 在联合早报的报道中 我们看到了莱乌酷生如何在对阵布莱梅的比赛中 以5比0的比分取得胜利 从而提前五轮所定了冠军头衔 这场胜利不仅仅是莱沃酷生的胜利 更是对于那些年复一年支持着球队的球迷们的胜利 场内外球迷们的激动和喜悦溢于言表 这一刻所有的等待和忍耐都化作了欢呼和泪水 莱沃酷生的夺冠不仅仅是对于球队 过去Navikasen绰号的一种洗发 更是对于德甲联赛多样性的一种证明 阿龙所的到来带给了莱乌酷生不仅仅是战术上的革新 更重要的是他带来了一种信念 一种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放弃的精神 在另一边的台湾 中词统一期ELEVN师队也在为夺冠而战 据中央社报道 师队在台南棒球场对阵乐天桃源队的比赛中 展现了他们惊人的竞争力和团队协作 尽管他们被迫在非组场比赛 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向着上半季率先实胜的目标全境 羊头胜骑士的出色发挥 为师队带来了连胜的希望 而他们的对手桃源队也没有轻易放弃 还除了巴威斯作为先发投手 展现出了球队的决心和斗志 而在英超联赛中 阿仙奴和利物浦的失利 为曼城的夺冠之路铺平了道路 如明报所报道 阿仙奴在主场意外的以林 二输给场意外的底林 二输给了阿斯东维拉 这不仅让他们在积分棒上落后于曼城 也让曼城成为了夺冠的大热门 阿仙奴的领队阿迪达在比赛后 呼吁球队必须立即赠助 如果还想保持在夺冠的竞争中 必须展现出更强的个性和决心 在这些精彩的比赛背后 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球员们在场上的奋斗 更是他们对于胜利的肯望 以及在内境中不断努力的精神 无论是莱沃库森的手冠 是对在台南的拼搏 还是阿仙奴和利物浦的挑战 都让我们看到了体育的魅力 以及在竞技场上永不放弃的精神 带体团每一次的突破 都是对人类极限的再一次挑战 每一场比赛 每一赛都在这运动员 无尽的汗水与泪水 从立陶宛的铁饼场 到台北的网球场 再到香港羽毛球的赛场 运动员们的故事激励着我们 让我们见证了不屈不挠的体育精神 联合早报报到了一个让人瞩目的时刻 21岁的立陶宛小将 米克拉斯斯·阿雷克拉 在俄克纳在俄克纳投资系列世界 邀请赛中 以74米35的惊人成绩 打破了保持了长达38年的 男子铁饼世界记录 这个记录不仅仅是数字的胜利 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阿勒克纳的父亲 阿勒父亲 也是一位铁饼名将 曾在奥运会上为立陶宛夺的荣耀 如今年轻的阿勒克纳 继承了父亲的衣钵 以自己的实力告诉世界 体育的魅力在于永不放弃 不断超越 而在台北 中央是为我们带来了 华国三太子国际男子网球挑战赛的副办消息 这场结合了宫庙文化与在地元素的赛事 不仅是台湾体育赛事的一大亮点 也是疫情后台湾再度举办世界职业网球协会 而7P挑战赛级别职业赛事的标志 特别是胖蓬佩 杨宗化和谢政坦的再度写手 更是让人期待能够再次见证他们的精彩表现 为台湾网球界再添荣耀 另一边 《明报》报道了香港羽毛球代表吴嘉朗 宣布自己将无缘惊吓的巴黎奥运 这位年届29岁的羽毛球大师兄 虽然因伤病和种种困难 未能获得足够积分参赛 但他对生活的态度让人敬佩 吴嘉朗表示 人生就是金人力 也不代表一定会获得相应的回报 这种无奈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但他同时强调 即便失去了奥运的资格 也不会结束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 未来依然会在球场上奋斗 这些故事无不展示了体育精神的真谛 不论是创造记录的喜悦 重新站起了决心 还是面对失落时的坚强 都让我们看到了运动员们 不屈不挠的精神面貌 他们的故事是对每一个人心灵的主动 提醒我们无论在什么领域 都应该保持这种永不放弃 勇往直前的精神 在澳门举行的国际拼联世界杯小组赛中 五国乒乓球队的表现成为了焦点 联合早报报道 五国女丹丽姐曾经在比赛首局 以惊人的11比0拿下开局 但随后被韩国星星 申育兵以3比1逆转 未能顺利拿下开门红 而五国小将郭勇 对阵门将安东卡尔伯格时 以0比4告负 遭遇男子世界杯小组赛首败 比赛中曾经和郭勇的失利 并非没有战斗 特别是曾经在首局中的完美表现 男人随着比赛的深入 对手的深入 对手的状态提升 和自身的一些失误 导致了最终的结果 新加坡女队主教练景俊宏 在赛后分析时指出 曾经在比赛中一度领先 但对方适应节奏变化较快 而曾经则显得有些保守 缺乏自信 男队主帅高宁也认为 郭勇在拳台的护台能力上 还有所欠缺 发球时也没能形成有效的上手机会 在德国足球界 一场历史性的胜利 引起了广泛关注 据明报 丽华古迅队在德甲联赛中 提前五轮夺得对时首冠 打破了拜仁慕尼黑的11连霸垄断 这场胜利不仅是对球队和球员们 努力的肯定 也是对主帅沙比阿朗素策略和领导力的认可 沙比在赛后表示 这份成就 这份成就是前人总数的结果 他希望与所有为丽华古迅付出过努力的教练 球员和高层共享这份喜悦 台湾社区棒球迎来了一个新的挑战 据中央社报导台湾社区棒球首次挑战 LLB50-70组赛事 国内选拔赛将于27日开打 这对于台湾社区棒球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意味着社区棒球员有机会代表台湾出赛看到更大的世界 台湾世界少棒联盟理事长洪英华表示 这是台湾社区棒球从未有过的选拔赛 感谢各方的支持让这个梦想成为可能 这些报道展示了体育界不同领域的精彩瞬间和挑战 无论是乒乓球赛场上的激烈对决 德甲联赛中的人只站在台前 德甲联赛中的历史性胜利 还是社区棒球的新起点 都体现了运动员和团队不懈努力和追求梦想的精神 这些故事激励着我们无论面对何种挑战 只要保持信念和努力 就有可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刻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收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